它是位于中国南海西北部的北部湾 它风光优美 物产丰富 非常的漂亮 也更夺目一些 这里有中国地址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 维州岛 看神奇的海石地貌 品尝绿皮香蕉 怎么是这个味道 难以想象 像是蒸完的芋头 这里有中华白海豚之家三鸟湾 哇 你好 你好 在中国南海的西北部 有一个美丽海湾 北部湾 海域总面积于12.8万平方公里 北部湾孕育出了独特的自然和人文风光 令王难忘 位于北部湾北岸的广西防征港是海景壮丽 在江山半岛上有一处白浪滩 长约8公里 最宽处达2.8公里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滩之一 因为今天周末来的人特别多啊 是的 平时也是这样 每个周六周末人都很多的 因为这边的海水你看了没有 没有那个鱼腥味道的 很清爽的 很清新的 没有那个鱼腥味 何鸿侠告诉我们 得益于防征港良好的生态环境 白浪滩的海水水质十分干净清澈 因为在沙滩上常常可以看见 一排排滚滚而来的壮观白浪 而得名白浪滩 除此之外 由于白浪滩是用泥沙 常年堆积而成 再加上风平浪静 这里的海滩地势十分平坦 沙滩延伸到海面的距离 可以长达将近6公里 本地人都叫这里是大平坡 大平坡啊 对 就是因为比较平产 你看到了没有 不管你到哪里 都没有这边的平坡 一般经常我们在海边 其他是一个坡地的状态 有雪漠呀 什么呀 有高又深的 但是这里一直都是这样 一马平川的 所以它的名字叫大平坡 很适合老人啊 小孩啊 就整个家庭过来玩 就是安全不用担心的 所以就是即便我们 可能走到深一点的地方 它的那个水深也不会太深 不会的 最深的地方是2米3 真的啊 对 然后这边的气温是23度左右 所以是很舒服的 是 缓步行走在海边 布尤德也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随着太阳静静落下 海面上的颜色呈现出绚丽的色彩 何鸿霞说 这一刻也许就是大海最美的时刻 让人能够忘记城市的喧嚣 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除了美丽的海景 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还有这里柔软细腻的海沙 何鸿霞告诉我们 这些海沙中因为富含太矿 所以白中反黑 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是 对不对 您摸着好细腻哦 因为我从水里面捞上来一点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感觉特别像那个芝麻糊 对对对 是芝麻糊一样的 就足以见到这些沙有多么的细腻啊 就跟水融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它的颗粒感了 但是把手沾上一点沙这样轻轻地搓一搓 只有那种就是沙粒感摸是摸得出来的 是的 看都看不见 我的手指上有沙 所以非常的细腻 脚踩上去非常的舒服 而且这个是还是有美容功效是吗 对呀 它含有二氧化态 就是很多游客过来以后呢 他会挖一个坑自己躺下来 然后把沙子浮在身体上 哦真的啊 对呀 然后他冲完以后就会感觉哇 皮肤好细啊 所以有很多游客都是流连望返来过很多次 何鸿霞说 依靠着湿里长滩 白浪滩成为游客最喜欢的景点之一 防尘港的海不仅风光无限 并且物产丰富 白龙珍珠湾就以养殖生蚝出名 许多国家级的龙头企业 在这里投资进行深海网乡养殖 这些养殖现场非常的漂亮 全部是红色的长长的大胡椒 远远一看像是红色的气球飘在海面上 我们现在再用机械把这个大蚝给捞起来 这个我们现在看着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这个我们现在养还有半年六个月了 半年的时间 很重 很重很重 因为只能用设备一个 用设备拉都感觉好像有些吃力了 张公告诉我们 这些养殖了半年的牡蛎 也仅有十多厘米长 一般它们要养殖八个多月 到时候的牡蛎肉质才最为饱满和鲜美 而这种特殊品种的牡蛎不仅个头大 肉质也要比其他品种的牡蛎更加鲜美一些 因此有着海底牛奶的美誉 看看 哇 这么大一个呀 看到了 现在这个大概有六两吧 这一个就六两 我们这刚才拿出了好几个 都放在海水里面洗了洗 给大家看看 特别大 大比我手长得还大呢 是的 挺扎手的 可以给大家看看 基本上超越了我的手长 有半张脸这么大 但是这才是长了六个多月是吗 对对对 长了六个多月 我们这个苗是真正长的话 大概要长八个月吧 那基本上就是实现了体重翻倍的这个 实现了 体重翻倍 体重翻倍 你看 从身高来看的话 它的身长已经长了一倍出来了 得益于无污染的水体 这些牡蛎才能长得各大又饱满 再加上白龙珍珠湾优质的海水生态环境 水体里的饵料生物十分充足 这样一来 营养充足的牡蛎长势十分活跃 几乎90%的牡蛎都能达到极优的品质 因为是在无污染的深水海湾进行养殖 住其牡蛎十分干净 很多人愿意用生食的方式来品尝它的鲜美 看看 哇 好大的肉啊 这么大呀 这基本上就是贴着这个贝壳在长啊 这是满满的 实际上还不算我们最肥的时候 现在我们管这种叫八成肥 八成肥 那要是真的全肥得长多大呀 长得满满的 很古的 哇 这个其实生蚝啊 它就是一定要肉的这个肥美 才能有这海底牛奶的这种口感 那这个生蚝一般来说你们都怎么吃呢 这是清蒸或者是这个我们生吃也可以 我们这个品质是直接生吃完全没问题的 这么大也可以生吃啊 可以的 你可以尝一尝 那我现在可以尝一尝吗 可以可以 那我来尝一尝 先给大家看看 这个大个儿已经跟一个冰棍一样大了 所以它整个这个肉质是非常饱满的 尝尝看 很嫩 很甜的这个肉 怎么样 非常的新鲜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从海里面直接把它拿上来的 所以它现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些海水 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咸 但是这种咸度还是没有掩盖它的鲜甜的味道 而且是因为新鲜 再加上它肉质很厚 我是咀嚼的时候是可以吃到这种弹嫩的口感的 它是有嚼劲的 对 它不是像一般吃的那个生蚝的肉 你会觉得它很滑 没怎么咀嚼它就好像就吞下去了 但这个是需要去嚼一下的 它没有那种丝丝的纤维感 但是这种弹嫩的口感非常的突出 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地感受 它这个肉质的鲜美 很好吃 非常好吃 如今 白龙珍珠湾陆续开始采取 人工增值和放流等方式 对海洋中的鱼 虾 背 枣等渔业资源 进行海上立体放养和增值 未来这里将建成一片水质优良 物产丰饷的海上良田 白龙珍珠湾是广西韩线上的一颗明珠 它的名字来源于一样特殊的物产 那就是闻名咸耳的男珠 早在两千多年前 后汉书就记载 白龙珍珠港一带 不产古时而出珠宝的历史 我们来到江山乡的男珠养殖场 看看这海中的明珠 这么早您就在这忙起来了 今天早上拉上来的 烧一个珍珠整理擦好的 这是刚刚从海里拉上来的 整理擦好的 那您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 这个东西洗得好了 清理干净 詹七鸡是养殖场的负责人 见面的时候 他刚从海上的珍珠养殖场回来 詹师傅告诉我们 别看这些珍珠母贝并不大 它们却是培育男珠 最主要的品种之一 马式珍珠贝 这种贝类出展的珍珠绿膏 珠光晶莹光泽 属于男珠中的上乘品 在詹师傅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位于二楼的 珍珠加工间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给珍珠打筒 这个旁边的盘子里面 已经摆了很多的小珍珠 那边还摆一看一看 都很漂亮 您这儿这个日常 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是吗 是的 打了孔之后要做什么呢 打了孔之后 用线盘它直接穿成就可以了 直接穿成项链 负责珍珠加工的钟培林告诉我们 桌上摆放的都是2021年出展的男猪 因为母被养殖时间不同 珍珠颗粒的大小也有区别 一般来说 小的珍珠成长时间在一年左右 大一些的珍珠也只有三年左右 养的话的成活率 它是一直养 慢慢它会自然而然的淘汰 要一些死 要一些 所以我们也 时间养到三年多也差不多了 养时间太久的话死得太多 我们成本高 所以我们基本 马仕贝的话 我们最大也就养到这个级别 这种大概是九到十毫米 九到十毫米 就是快要到一厘米的那个致径 对 所以这就在这个男猪里面 就算比较大的猪了 很大的猪了 对对 很大了 马仕贝 男猪里面九到十的个头 是属于相当大的了 由于母被生存时间短 存活率低 对于男猪来说 十毫米左右 就是极其珍贵的猪体 钟培林说 除了猪体外 男猪的猪身更加浑圆剔头 平滑多彩 有的男猪 还会呈现出一种特殊金属光泽 夺目而不要眼 行业称之为当猪 意思为上品的珍珠 因此从古至今 优质的男猪 都是历朝历大的皇室珍品 有着东猪不如西猪 西猪不如男猪的美誉 珍珠它最大的美感就在于 它是非常润泽的 所以一直看 它很耀眼 但是它的耀眼呢 不会用夺目的那种感觉 会让你一直去想看到 它光泽到底是从哪发出来的 所以才眼睛离不开它 那像它跟这个淡水珠 最大的区别在哪啊 饭的光泽不一样 就是光的块 这串就是淡水珠吗 对 这串就是淡水珠 它光沉一点没有 就是那么柔和 光泽度也没有那么强 对 就会自然而然 眼睛就移到了这个男猪上面 非常的漂亮 也更夺目一些 因为是通过寒水养殖 男猪在生长的过程中 会产生各种变化 最终只有珠形圆满 色泽银白 全珠细腻光滑 闪耀着泛泛珠光的 才是上品 钟佩玲说 在男猪的生长过程中 很难形成较好的珠形 以及光泽度 再加上它们长不大的原因 所以必须万里挑一 才能制作出一串 高品质的珍珠项链 顶级的这个项链 多少颗珍珠 多少个倍 才能挑出来这么一串啊 一串的话 能挑顶级的话 得一万到两万个倍 一万多两万个倍 才能挑出这么顶级的 一万到两万个倍啊 为什么这么多呀 因为它的珍珠级别很多 慢慢分下来 就是又圆润关子又强 又没有瑕疵 瑕疵都很少 这种就属于比较 等级比较高的 我们会单独挑出来 哇 那这里面 每一颗珍珠 都是几千里面 挑一的感觉 很不容易 对 要很多养育珍珠的人 去努力 才得来这一条 这么宝贵 这么漂亮的珍珠 突然觉得放到手上的 这个重量就更重了 在当地人看来 好的男猪 不仅是贵重的礼物 更是可以世代珍藏的传家宝 因此 男猪一直深守人们的喜爱 好的男猪更是一珠难求 历史上 天然珍珠 是人们潜入海底捕捞而来 而男猪的传统养殖技艺 起源于大约 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 它要经过 母被苗种的培育 精犬母被 插合生产 海底管养等几个阶段 才能收获 我们在工厂中看到了 插合育珠技术 也就是把人工制成的珍珠盒 植入母被体内 因为你看一座楼 它都有两个位置 每个都放两颗 这个每一颗 这个背里面要放两颗小珍珠 然后放珍珠进去 再慢慢可以助我们的珠盒 然后那珍珠藏着出来 然后它很光洁 就不像这种 它藏出来 然后就是很光 很一样的珍珠 您能给我一个 那个珍珠盒看一下吗 可以 你看现在它 现在没有什么光洁的 然后以后它产的珍珠出来 然后它是很光很亮的 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这个是原来这个楼 这个楼的壳 经过打磨加工形成的 贝壳做的 对 现在它就是非常规律的 一个球体 很规则 然后其实也挺漂亮的 白白的 就要把这么大小的放进去 这个是几毫米的呀 叔叔 3.5毫米 等到成品珠的时候 到收获的时候 它能长到多大 接近四毫米 4毫米 接近四毫米 它只长 就只长那么一点呀 对 所以长得很慢呢 分到一年的时间 长了那 长0.5毫米 要长一年的时间呀 母背的外套膜 受到刺激之后 会不断分离珍珠质 层层包裹珍珠盒 逐渐形成珍珠 经过三年的孕育 才能长成 直径不到一厘米的珍珠 由于母背的成活率 只有七成左右 所以养出高品质的珍珠 更是难上加难 在打包好母背之后 我们跟随詹师傅父子 切梦养殖场 150多亩 想一想 在所有前面 看到木杆的地方 下面都有一颗颗珍珠贝 然后他们的身体里面 都孕育着一颗 非常漂亮的珍珠 就突然觉得这片大海 下面隐藏着 异异的珠光 詹师傅的儿子詹君告诉我们 插合好的母背 一定要及时送到养殖场里 挂好陈笼 否则时间一长 母背可能就会死亡 跟随着詹师傅一起 我们开始把插合好的母背 进行陈笼 因为在岸上 提前打包好了母背 在养殖场里 只需把它们分成 四五包一组挂好就行 我们现在在的这一片海水 有多深啊 叔叔 现在 这个叫五米 这海水有五米 那我们把它调到 大概水的多深的地方 三米 三米 三米八 三米三米半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让这个马仕贝 它在这个水离海底 两米的地方掉着是吗 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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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米的地方 它不能太接近那个海底 为什么呀 掉到底的话 掉到海底的话 底下就是那个伊尼 伊尼的话 你掉到底的话 它会死掉的 它烫到那个伊尼 它会死掉的 它是需要在水里面 有流动的水 要掉到伊尼上面去 这样它会比较舒服 所以其实珍珠贝 对于水质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 是啊 南珠是北部湾赐给人们的珍宝 它离不开当地人的智慧与勤劳 来之不易 弥足珍贵 这里有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 维州岛 看神奇的海石地貌 品尝绿皮香蕉 怎么是这个味道 难以想象 像是蒸完的芋头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浅秀看中国 天赐北部湾 正在播出 北部湾中有一座美丽的火山岛 维州岛 面积大约为25平方公里 是广西最大的海岛 也是中国地震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 7000年前的火山喷发 塑造了维州岛奇特的火山地貌 我们跟随广西地震局的聂冠军博士 来到维州岛东海岸的五彩滩 见到了美丽的日出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 今天这个日出时间 大概就是6点01分左右 刚刚日出 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 先看到了人海 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每天都是这么多人 非常有名的景点 对 五彩它是非常有名的 看日出非常漂亮 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因为我们维州岛 它是一个火山岛屿 火山以后它的矿物质 非常丰富 比如说有白色的石鹰 有黑色的玄武岩 还有绿色的橄榄石 还有灰色的灰石 还有一些红色的黏土 它们混在一起 就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这种颜色 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 还有这个朝霞 相互 印托之下 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 朝阳的照应下 这片长达1.5公里的海石平台上 青台与海水相互辉映 五彩斑斓 五彩潭因此得名 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 一层层沿着海岸线的巨大火山岩石 看起来也畏畏壮观 这个就是海石崖 我们这里能形成这么宽广的一个观景平台 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地质构造现象是有关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上有一些凹陷 其实这都是海水侵蚀的结果 海水把我们这个崖壁的这个底部给掏空了 掏空之后呢 这个上位的这个岩石在中间的作用下 它会产生垮塌 垮塌之后呢 它会露出新的断面出来 然后这个崖壁就会不断地往后退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观景平台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 海水目前侵蚀的这个崖体的边缘位置 是的 就侵蚀到这里 如果进一步垮塌 还会再往深处走 对 这个崖壁会不断地后退 也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么一片石滩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对 就是崖壁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海水不断地侵蚀 掏空崖壁 形成了这一片五彩滩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海水牙的运动过程 逆冠军带我们来到前面一处 正在经历侵蚀的牙壁 其实这里就有一块 我们走过来 侵蚀出来的这个牙壁 还真是啊 很整齐的那个牙壁 非常平实 对 上面当地还贴了这个标志 当心落雾 它可能也是之前垮塌了 对 之前垮塌 可能还会进一步垮塌 这个还像一面墙的 还是挺平整的 这个还挺长 然后我们再看那边 那边更加壮观 这也是吗 快看 这也是吗 是啊 这就是刚刚露出来的这个牙壁 非常的平直 这个太神奇了吧 你看它下面 是不是没有这个 刨石的这个凹坑 就是非常的光滑 非常平直 我现在看上去 它特别像这个 海边收的这个 岸堤的这个堤壑 对 很平整 像是人工修器的一样 其实它就是这个岩石垮 它之后露出来的新的牙 伴随着海与银石共同完成的美妙花卷 此时太阳已经升起 维州岛新的一天也开始了 火山不仅造有了维州岛独特的地貌 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 这里植北风貌 菠萝蜜树 接着沉甸甸的果实 香蕉林中挂满了绿色的香蕉 向导江泰勒告诉我们 香蕉林里种植的正是 当地的特产绿皮香蕉 说到这个绿皮香蕉 就是我们岛上 现在应该说是 所有香蕉里面 它能占到产量的90%以上 那主要就是 就是绿皮香蕉 绿皮香蕉 那它是卖的比别的香蕉 要贵一点点吗 不 相反 它卖的要比那种小米椒 要便宜一点 那为什么大家都种绿皮香蕉 因为第一个的话 它产量高 第二个最主要是我们海岛 常年有台风 它是比较矮 蜘蛛比较矮 所以它抗风力强 另外一个它高产 它一年四季都产 所以说我们当地 基本就种植这种绿皮香蕉 在维州岛 80%以上的耕地面积 都被用来种植香蕉 因为岛上的土壤都为火山地之土 土壤中富含 蛋 磷甲等肥料 又因这里地除热带 非常适合种植香蕉 所以种植出来的香蕉 非常香甜 我们拍摄的时候 正值绿皮香蕉的收割季节 江泰勒说 他家的亲戚正在前面的植林里收割香蕉 于是戴上草帽 我们跟随江泰勒走进了香蕉林 提着香蕉出来了 您好 先不要走 停一下 放一下 我看一下 刚砍下来 这是绿皮香蕉吗 对 江大哥这是您的 对 这是我舅妈 这是我表妹 这是她的女儿 这是舅妈的女儿 怎么称呼 小梅 叫小梅 一起一家人出动来砍香蕉 小梅说 这一片是她小姨家的香蕉 这次她和妈妈来帮小姨一起收割香蕉 平日里 她们各自打理自家的香蕉 等到了收割的时间 家人们会互相帮忙 共同协索收获 那您家种的都是绿皮香蕉 对 种了有多少 她们都十几二十亩吧 二十来亩 二十来亩 这是小姨 这是小姨 就是小梅的小姨 对 江大哥的舅妈 搞清楚了 都是自家人 是不是这边家家户户 都会种一点香蕉 对啊 每家都有 二十亩在当地算多还是少 多了 算是种的比较多的 在维州岛 绿皮香蕉的种植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岛上几乎每户人家 都有一片世代相传的植林 小梅告诉我们 半年的时间里 她小一家二十亩的植林里 收割的香蕉 已经达到了三万多斤 所以香蕉能不能砍 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一个是经验 再一个看它的颜色 还有那个皮啊 光滑程度 饱满 就可以判断它熟了没有 绿皮香蕉 虚命为矮杆香蕉 因其抗风抗病 且产量高的特性 在维州岛的种植面积 达到了五千多亩 岛上长年的高温 缩短了它的成熟期 所以即便是到了 可以收割的时候 香蕉还是绿色 也因此就有了 绿皮香蕉的别称 必须经验丰富才能判断 香蕉是否已经真的成熟 阿姨说是这个熟了是吧 这个成熟了 走过来看一下 这个确实挺成熟的 感觉所有香蕉 是拥挤在一起的 另外就是整个的 它这个每一根香蕉 都是粗粗的 很饱满的 表面也圆滑 感觉是它的肚子 被撑开了 对对 那熟了是不是 已经可以砍了 可以砍了呀 可以砍 收割香蕉 需要多人合作 为避免沉重的香蕉猪 砍断后 砸落在地上 需要将香蕉托举起来 小梅告诉我们 砍香蕉需要用巧劲 砍断根精时 要手劲足 落刀纹 还要细心谨慎 避免擦伤香蕉皮 好 我先砍了 一 二 还是没成功 八点零 好 那我使劲了 三 二 成功了 好 小心 把它放下了 哇 这一串 我觉得是比刚才 你们采的还大 对 我颠一下 这串 它有三十多斤最少 有吧 刚摘下来的绿皮香蕉 味道还是生色的 一般不会拿来 直接食用 但是记者出于好奇 包开了一根生香蕉 打算品尝一下 我是很好奇的 为什么刚刚熟了 都已经采摘了香蕉 不能吃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 闻一下 味道是不错的 是有淡淡的香蕉味 但是我掰开的时候 这个质感啊 就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脆的 像萝卜一样 我尝一下这个生香蕉 哇 我觉得咽不下去 感觉我整个口腔 都被护住了 很干啊 口感很不好的 真的是很不好 那到底放几天之后 它经历了 怎样神奇的化学反应 会变得忽然间那么好吃啊 为了让生色的香蕉 变得清甜软糯 维州岛人有自己的办法 他们将生色的香蕉 放入缸中 再放入两株香点燃 盖上盖子 一个晚上后打开盖子 静置两天后 就可以吃到软糯香甜的香蕉了 维州岛香蕉 凭借独特优良的品质 于2019年 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这些收割下来的香蕉 将被运往码头 再通过货船运输到北海后 交往全国各地 结束了一天的收割工作 小梅邀请我们到家里 品尝真正成熟的绿皮香蕉 小梅家仔自同牧村 村子坐落在岛的西部 生活这一百多户人家 村里一多半家庭 都以种植香蕉为生 到家后 小梅拿出了三种香蕉 她说 这几种香蕉 是维州岛种植的主要品种 来一个 达到一万多吨 小梅告诉我们 维州岛人最喜欢的 还是绿皮香蕉的味道 他们甚至把绿皮香蕉 当作主食食用 这是煮的还是蒸的 这是煮的 煮香蕉啊 我这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煮的香蕉 尝一下煮的绿皮椒啊 怎么是这个味道 难以想象 像是蒸完的芋头 也像是蒸完的红薯和山药 它没有任何的甜的味道 反而是淡淡的粉的味道 煮香蕉的味道 让我们有些惊喜 旁边这道辣椒炒香蕉 更是让人大开眼界 通红的辣椒 配上淡黄色的香蕉片 看上去颜色有些寡淡 但味道很浓郁 口感与炒土豆片有些相似 绿皮香蕉 不仅在维州岛人的饮食生活中 变换着花样 还为他们创造着更多的收益 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巨大潜力 2018年小梅返乡创业 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 售买自家种植的绿皮香蕉 我会准备一些照片 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的特产 还有我们这个岛的样子有多美 因为小梅她就是维州岛人 所以推开门 就是维州岛美丽的景色 可以去海边 也可以去香蕉林 来把这里的景色通过直播间 来带给网上的网友们 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 小梅觉得她的工作很有意义 随着北海市和维州岛旅游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 也有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他们成为家乡的代言人 西洋的余辉游染着海面 温柔的海风吹拂 令人恋恋不舍 这座中国海岸线上最年轻的火山岛 有我们看不够的风景 这里有中华白海豚之家三鸟湾 你好 你好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尽秀看中国 天赐北部湾 正在播出 北部湾的海美丽而丰饶 它是中国四大渔场之一 也是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 在广西青州的三鸟湾中 生活着三百多头中华白海豚 这个海湾也被称作 中华白海豚的家 我们跟随从事保护研究的 工作人员出海 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看到了 看到了 这种海豚又叫五色海豚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 是黑的 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 就变成浅灰色 灰花色 白花色 白的 所以你看它如果越白 它是越老的 中华白海豚属于精类的海豚科 是一种水生哺乳类动物 因为是用肺呼吸 它们需要不时的 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 在水面上呼吸 中华白海豚出水换起的时间 并不规律 有时只有三到五秒钟 有时长达两分钟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 需要耐心的等待 看见了吗 看到了 是粉色的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 只不过就是说 它经过长期驴的游泳 或者捕鱼 它的毛细血管充血 你看的是粉色的 这个血脉膨胀伤伤伤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脸红红的一样 它白海豚它因为 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 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 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 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 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 近一米的高度 不过听潘老师说 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 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豬 海豬 因为它很肥 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 所以特别胖 火食很好 鱼类很多 对 它们很想跃出水面 但实在太难了 对它们来讲太难了 体重太庞大了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 印度洋 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 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体之一 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 只有两千多只 非常稀少 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 听潘老师介绍 三娘湾水位比较浅 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浆汇入 微生物比较多 经济鱼类更是多达140多种 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看得到吗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我们静静地看一下 您好 您好 它认得您啊 认得船 认得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听得出来 现在这条嘛 如果有几条 它就不怕了 它就还不怕在船底下 船来船去 是吗 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对对对 玩耍 玩耍 你为啥 你叫我看到海豚 我要谁要起饭呢 大家每天然后 看着我的孙子一样呢 我走上去来看到海豚 哎呦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 但三五只一集活动的情况 在三鸟湾经常可以见到 不过天空不作美 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 开始下击雨来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影响 影响 打雷 打雷它就怕 打雷它就怕 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应该潜到 即使下雨天 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 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 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 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 便发现两只白海豚 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 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哇 好近啊 你仔细看啊 有一只白海豚 它的左 这只 另外一只 它的那个尾巴 尾干的地方 我们反对叫尾干 尾干的这一侧 有两个黑的斑点 跟它的尖一样 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 它的孩子是去年4月14号那天新生的 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 所以我们今天出海 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 就是它把它的幼崽 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说的就是它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 起来叫海豚日 但是那个小海豚 很可惜 五天之后就死了 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他们一般呢 会驮着它的小海豚 要驮好几天 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 再驮不动了 它们才会放弃 小海豚的死亡率呢 差不多有50% 一半 为什么会有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 一个基本规律 一个是呢 它是哺乳动物 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呢 学会换气和游泳 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很多人呢 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对 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 这样的话呢 妈妈失去孩子以后 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返程季节 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到40年 三至五岁达到性成熟后 常年都可以交配 每胎直产一载 小海豚出生后 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 大约三年左右 等到小海豚独地后 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她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 我觉得 她要寻找她的配偶是吗 一定要的 对于他们来讲 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她在繁殖期 在寻找配偶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我也很想知道 她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也要通过观察去 对 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个体差异 很小 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很难观察 对 我们只能通过长年的记录 知道哪只海豚带过仔 所以她肯定是妈妈 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 他才能活下来 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心疼 因为终于发现有没有爸爸在 时隔一年多的时间 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一次的遇见 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 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移 久久不愿离去 三娘湾的水深 水温 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 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 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 和当地人的保护 2004年 这里的中华白海豚只有大约96只 但经过十几年的保护 目前已经有300只左右的中华白海豚 生活在这片富饶而祥和的家园 结束巡护工作后 跟随北部湾白海豚研究保护 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 我们返回岸上 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 一回到室内 工作人员李简梅便打开电脑 将当天拍摄到的中华白海豚 与资料库里的照片进行分析比对 你看看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有一个黑点 然后这里也有 另一个就是它的背棋的那个尖 有点凹下去的 然后它的后缘是有一些缺刻的 它不是非常光滑 这里 所以在海上基本能够确认是它 因为中华白海豚生活在海里 很难看到它们整体的模样 所以工作人员只能通过 白海豚身上的斑点 以及身体局部特殊的特征 来区别不同的个体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 叫找不同 就是你要在一大片 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这个花纹 颜色还有体态身形的中华白海豚里面 找到到底是哪个 今天拍了多少张照片 大概加起来 张老师和三哥一起可能有三千张 三千张 要从这三千张里面 然后再进行比对 入库 对 是的 整个三娘湾大概有三百多只 每一只都在你的脑海里面吗 现在有一百多个个体 是在我们的图库里面的 很熟悉的出海 能辨认的有二十到三十条 然后剩下有二三十条 是感觉是在我们库里的 是这样子 就是有些个体会很常见 但是有些个体不一定会经常拍到 所以的话 对他的印象稍微没那么深刻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工作太难了 照片的对比入库是最基本的工作 但对研究中华白海豚的成活率 各种群数量的变化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科研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下 三娘湾海域的白海豚数量 从2004年的近一百头 增长为三百多头 据统计在整个北部湾中 栖息着六百至八百头中华白海豚 当地人说 白海豚在 家就在 这片天赐的北部湾 是真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 感谢观看